大家好,我是Mr.4,四哥 今集會跟大家說說加息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隨著美國的通脹持續升溫 美國聯儲局實施了今年一個收緊的貨幣政策 並且展開了今年一個加息的週期 所以美國聯儲局直至剛剛10月為止加息再加到0.75 直至去到3.25厘 面對美國的加息,香港的貨幣始終與美國一齊掛鉤 所以香港金管局隨著慢慢加回相對的息口 直至10月24日,聯邦儲備利率也預測11月再加0.75厘息 計時會加到4利息 香港現在基本利率達到3.5% 香港的利息持續增加 其實對於業主來說也是慢慢增加了一個壓力 銀行調整按揭一個封頂的利率 令到每一個月的按揭供款額也上升了 可能對於剛剛一些買樓的業主 或者剛剛過了壓力測試的業主 其實他們加息的情況下也增加了相對的負擔 因為同一時間,例如是因為疫情而導致收入減少或失業的朋友 如果可能沒有足夠能力去供款 也都選擇可能會出現一個平價去賣樓的情況 香港加息同一時間令借貸的成本上升了 對於一些商業或一些企業家來說 其實經營成本也上升了 有機會拖慢了企業的發展 還有另一方面就是外國的企業有機會選擇去其他地方發展 令到香港的勞動力或經濟出現慢慢的衰退 折折最新香港9月的CPI上升了4.4% 創了8年的一個新高 實際上香港的市場人工增長不算太快 所以通脹太快的話 亦都出現了香港出現一個滞漲的情況 另外,加息如何影響一個壓力測試 現時的壓力測試是以現時的利率加2%去計算 例如以現時的最優惠利率是2.5% 通過壓力測試要求去到4.5% 例如實際來計算,以樓價500萬借進90% 買樓人士在今年的加息週期下 其實供樓的成本已經開始增加到2-30% 所以例如再實質一點去講 如果有些朋友供樓的成本大概是17000元一個月 其實可能現在已經接近2萬元供樓一個月 所以上升的幅度亦都比較明顯和誇張 可見利率上升之後 每一個月按揭的還款 其實對於一些剛剛過了壓力測試的朋友 其實亦都相對來說壓力上升了 准業主亦都需要準備更加多的資金 去應付接下來的加息週期 其實有甚麼方法可以抵消加息增加這麼高的成本呢 以下有幾個方面可以提供給大家了解一下 首先銀行其實亦都會提供一些轉按現金回憎 如果買樓人士亦都可以善用這些按揭的優惠 去抵消了某部分的成本的上升 如果可能業主亦都可以貪長你們的供樓時期 可能減少加息帶來一個影響 因為加息週期可能比較長 可能業主拉長供款年期相對來說影響比較小 有機會未來可能進行一個減息週期 亦都成本開始減低 第二件事就是善用一個存款掛勾的按揭戶口 或者我們俗稱叫做mortgage link 這個可以賺取利息之餘 亦都可以抵消加息的影響 一般存款的掛勾按揭戶口 其實在存款上限最多是可以去到50% 例如按揭利率是2.5%的話 存款在mortgage link的帳戶口中 其實相等於有2.5%的利率回報 可以抵消了相應可能近段短期一個加息的壓力 在加息週期之下 如果有些投資者除了可能買樓方面 會面對一個較大的成本上升 亦都可能想增加相應的收入 可能有幾方面大家可以去考慮一下 因為在加息週期之下 其實很多成長股、科技股的回落幅度比較大 回落了可能接近30% 甚至乎有些去到40% 因為同一時間 他們進入一個週期的調整或者回落 所以投資者如果是一個中長期的板塊 或者想留意的 可以留意回落到比較多的 資金流比較多的成長股票 例如包括微股的Apple、Microsoft、Tesla等等這些股票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內容 如果大家對今集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秒頭搜尋 Mr.Fall 四哥投資群 總得夠了 多謝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